今天来教大家勾这款包包 用的是粗线,所以勾出来很大 它里面可以装很多东西啊 然后两面都是一样的 这个线是粗的冠心棉 然后勾针用6.0毫米的 那接下来就换五股牛奶棉 还有3.0毫米的勾针给大家做演示 起针之前先在线头这边打一个活结 然后开始勾辫子针 这里总共勾24针 12345678 大家自己完成一下 接着第1行 我们从倒数第2针 翻到辫子针的背面 这行呢全部挑辫子针的理三来勾啊 首先在倒数第2针 这里勾一个引拔 然后我们在第1针做一个记号 接着按顺序往前面再勾6个引拔 好这样总共呢就有7个引拔针 接着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然后绕线 下面这2针勾中长针 勾好之后 中间这3针我们勾3个长针 每个字幕勾3个长针 这是第1组 第2组 我们在第2组的中间这个长针做一下记号 接下来第3组 勾好之后 往下面勾2个中长针 然后一个短针 后面还剩下7个针目 就是7个李三勾引拔 好这样第1排完成 接着第2排 我们 勾一个起立针 然后再看一下啊这个起立针的 这个针目我们不算做1针的 给它这样翻转过来 然后在 前面这个引拔针的针目 像我们这样子呢是最后1针 翻过来它就是第1针啊 好这一行我们全部挑外半针勾短针 好第1针大家也可以做记号 就是对应的 挑每个外半针就是后半针 勾短针到记号扣的地方也是一样的 勾完之后记得勾上记号扣 那这一行大家自己完成 好勾到后面 记号扣的地方我们也是挑半针 勾短针 这样第2行完成总共有29个短针 接下来第3行 一个起立针 把记号扣拿下来 刚才跟大家讲过的啊 这个起立针不算帧数 我们继续给它翻过来 然后 现在呢我们又开始勾7个引拔 就在第1针这里 也是挑半根线 勾引拔 好这是第1针 继续扣上较扣 2针 3 4 5 6 7 勾好之后 然后我们勾一个短针 绕线 勾2个中长针 再绕线 我们把长针 1 2 3 总共勾3个长针啊 然后记号扣左右两边 加上记号扣这一针 三针 我们就勾3组的3个长针 好现在勾长针 前面不用加针的 好 三个长针勾好之后 再看一下记号扣 左右两边 到线 我们在每一个折磨 勾3个长针 下一针也是一样 然后在第2组中间的这个长针针目 扣上教扣 接下来第3组 接下来第3组 第3组勾好之后 接着我们就跟这边一样 倒着回去勾 然后 三个长针 两个中长针 两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最后还剩下7针 勾7个引拔 把教扣拿掉 然后一个起立针 然后一个起立针 给它翻过来 第4排我们全部跟第2排一样的 勾短针 不交不减 给它勾完 第4排不交不减短针勾好了 总共有35针 比前面多了6针 接下来第5排 一个起立针 翻转 然后勾7个引拔 我这里就不做教扣了 新手的话 你们还是要给它扣了教扣啊 第1针 7个引拔针勾好了 接着一个短针 绕线 两个中长针 两个中长针勾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勾长针 主要是看记号扣这个地方啊 它左右两边 就是总共中间这里三针 我们要勾三组的三个长针 然后剩下的全部给它勾长针 那这里就比上一排又多了三针 那就不交不减勾6个长针 勾好之后 刚才讲过的这三针 每个针目勾三个长针 第二组的中间一针 记得勾算叫勾 这样我们就分得清 哪一针是中间一针啊 还有一组 好 还剩下的 就按这边一样 六个长针 两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七个引拔 再给它勾完 第五排勾好之后 中针数呢有41针 比我们上一排又多出来6针 接下来我们每行加针的话 都会比上一排多6针啊 就是加针的地方 左右两边各多出来三个长针 接下来第六排 一个起地针翻转 然后这一排不交不减勾 41个短针 第六排不交不减 短针勾好了 接下来第七排 一个起地针翻转 然后我们又开始勾这种花样 有长针 中长针 还有短针 引拔 大家就按照这种规律 勾到第十二排啊 好 我这里已经勾完第十二排了 这一排呢是短针 总针数有59针 然后大家数一下 看一下我们勾长针的这里啊 第一排 二三四五六 总共有六排这样的加针 接下来我们中间这里就 这三针不需要加针了 长针的地方全部给它勾长针 然后两侧 两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七个引拔 这样子 然后下一排呢 就是短针这一排没有变化 不交不减勾短针 就是单数行 我们就勾长针 然后双数行呢 我们就勾这个短针 大家要演示一下 接下来是单数行 第十三行 勾完之后 一个起地针翻转 继续七个引拔 然后一个短针 两个中长针 大家先给它勾完 好 接下来中间的部分 全部对于每个竹目勾一个长针 到交扣的地方 还是一样的 给它扣上交扣 这部分呢 就是长针的部分 总共有39个长针啊 不加不减 39个长针 大家记得啊 我们这里不需要加针了 后面还剩下10针 勾两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然后七个引拔 勾好之后 一个起地针 翻转 第十四排 不加不减 勾59个短针 那我这里就不做演示了 大家自己给它勾到第26排 一排有长针的 然后一排不加不减 全部勾短针 按照这种方法 勾到第26排 这个包生 我已经给它完成到第26排了 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数 看长针 这一排就可以了 前面是加针的 不算啊 我们从这个不加不减 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 总共要勾七排的 不加不减长针 然后再勾短针 这一排刚好是第26排 勾好之后 接下来开始减针 我们加针的时候呢 需要三针 然后就变成了九针 那现在我们减针呢 就要九针 然后变成三针 三针为一组 这样减针啊 这个包包的正反面 就是看这个长针啊 长针的正面 就是包包的外面 那接下来开始看 减针的方法 前面还是一样的 勾到两个中长针 这个地方 好 现在我们勾的是第27排 前面七个引拔 一个短针 两个中长针 勾好了 接下来 刚才也跟大家讲了 在借后扣 左右两侧 先各留四针 加上 敲扣这针 总共这里就有九针啊 接着我们开始勾长针 然后 这里有十五个长针 大家先给它勾过去 接着开始减针 到线 三针为一组啊 一二三 这里都勾未完成的长针 就这样 一针 下一个针目 两针 下一针 第三针 然后勾针上四个线圈 我们绕线 一次性 给它带过来 再就剪完了一组 我们总共呢 要剪三组 绕线 未完成长针 好 到交扣这个针目了 下一针 然后绕线 一次性 带过来 这就 简单第二组 把交扣 扣在第二组的这个针目 接着 还有一组 绕线 勾三个 未完成的长针 带线 接下来 15个长针 两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七个引拔 大家给它勾完 这样第27牌就勾好了 接下来第28牌 一个起立针 翻转 同样的 不加不减 勾短针 第28牌勾好之后 总针数呢 有53针 接下来第29牌 一个起立针 翻转 我们又要勾长针 减针的这一排了 其实前面都是一样的 好 前面这里 七个引白 一个短针 两个中长针 勾好了 接下来 不加不减 12个长针 然后勾三组的减针 不加不减 这个长针的地方 比我们上一排 又少了三针 12个长针勾好了 我们这里 还有四针 这个交口 开始勾第一组减针 勾线 勾第二组 这勾线再出来 然后把交口给它挪上去 在第二组的这个合并的针目 给它勾上 接着第三组 勾好之后 12个长针 两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七个引白 大家把这一排 全部给它勾完 好 这样第二十九排 我们就勾好了 总共呢 还有四十七针 比上一排 又少了六针 那接下来 第三十排 一个起立针 翻转 不加不减 勾四十七个短针 好 第三十排勾好了 接下来 第三十一排 我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就可以了 往后面都是 按照相同的方法 只是长针这里 每一排 就是左右两边 各扫三针 刚才是十二针 那现在这一行呢 就只有九针了 下一行就六针 两边都是一样 然后一直勾到最后 就是只剩下三个 就是减针这里 只剩下三针 然后这个减针的地方 我们也是数到第六排 现在已经勾好两排了 一二 准备勾第三排 就是大家先勾到第37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